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比赛今天是不来的 邀请到一位的不来宾 每次呢 在荧光幕上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本人有这么年轻吗 但是今天看到本人之后 其实看过好几次啦 都会觉得说 怎么越来越年轻 然后今天感觉 好像越来越健康 然后肌肉的感觉 是越来越精实 但他不是男生哦 因为女生其实肌肉 也是可以精实的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的是 新北市第七选区 也就是包含了土城 树林 三峡 英哥 担任过第一届的 新北市议员 然后现在是第二任 第三届 好 这个就是非常的 算是资深美女 但年纪很轻的 洪家军议员 议员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大家好 虽然有讲这个资深 但是有再加个年轻 这样可以啦 都可以都可以 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投入了政坛 来为大家服务做工作 而且这个议员的那个经历 哇 洋洋沙沙 其实在地方做了 好多好多的工作 参与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啦 协会啦 除了体育之外 因为大家不可否认的嘛 就是对议员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跆拳道的选手 然后夺得好的成绩 同时又嫁了一个 好老公 对 就是所谓台湾争取荣耀的 跆拳道的国手 对不对 没错 我们现在讲个简单的概念好了 因为有些人他是会夏天嘛 对 想要这个女生 他想要穿的比较有曲线的一些衣服的时候 他会想说 哇 冬天吃火锅吃太多了 结果他想要减个三四公斤 有些人会急速的瘦身 对 然后就可能容易造成脱水 甚至就是营养失衡 是 对 甚至有时候会你知道 血糖降低太快 昏倒 对啊 发生一些问题 尤其骑摩托车的时候多危险啊 对 会造成一些 糟通意外的事故 那就不好了 太危险了 所以像是那个急速减肥 有时候你去量那个体重机 你觉得很开心 那个只是说是因为你的水分少 对 没错 而非真的减到体脂肪 所以最重要还是运动 规律运动 真的 看到好多的一些期刊报道啊 就特别还是说 你真的就是要做运动了 坦白讲哦 家军本身是跆拳道选手 那跆拳道他有个重要的一块 就是说 我们当确定那个量级之后啊 我就要必须把体重控制在那里 而且呢要比赛之前要先过棒 那很难耶 不不不 这是基本一定要做到的 否则你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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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啊 立委啊 他是承让给 志雄他都这么说 对 他都不说他让给朱沐妍 嗯哼 他就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对于台湾是有机会拿到多一面奖牌 为什么不好呢 而且朱沐妍他有很好的一个实力 对 所以就是以国家的那个利益摆 对他是这么做 因为他就是会有奪奖的一个希望 对 所以他 当时2003年的时候 就在雅典奥运前一年 他们两个拿到都拿到世界锦标赛的金牌 你知道在2003年之前的一个记录吗 平均十年才会出一个世界冠军的男子选手 对 所以一年 在同一年出现两个 而且隔一年要比奥运 那你会不会认为这两个选手是最好的选手 应该两个都要去才对 都要去 是啊 那两个同量级啊 那怎么办 好吧 又人我跟你同量级啊 怎么办 你比较高 那你应该你去啊 你打第二量 我打第一量 但是并不是这样 对 但是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就是说 有时候运动 除了说这个选手很努力的练习之外 对 很多的一些赛事的过程当中 好像方法 还有一些的那个就是运筹帷幄 也是一种制胜的关键 这个就是考验一个运动选择的智慧 对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练往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战术策略 还有一些规划 但是呢 在台湾呢 教练最多啊 可是在国外的话其实不一定 因为国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团队 对 运动科学的一个team 对 那台湾到底有没有运动科学啊 坦白讲 从家军自己在当运动选手过程当中 我们在国家训练中心 对 运科人员陪伴我们的一个成 就是比例非常非常高 是 我举例啊 从早上一起床哦 第一件事情就要到运科中心 做什么 尿液检查 还有inbody检测 对 还有指尖踩血 是 看你今天的一个状况 而且都做记录 然后 依照你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值 早上九点开始练对不对 那个数据就到教练手上了 对 他就可以知道这个选手 今天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再去做他的训练的一个量的调整 对 比方说CK值过高了 表示他 你知道 可能比较疲劳 对 乳酸代谢没有很好 嗯 那这时候 如果强度还是很强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状况 一 容易受伤 对 第二 效果不会好 因为还那个选手已经处于一种很疲惫的状态 对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调整他的一个训练方式 这时候就不能够硬规定说他要在训练 强力的训练 这样反而会造成伤害 正常处理是如此 但是你知道吗 决定权在谁手上 教练 哦 是哦 所以运科人员他不会直接介入你的训练 他只是给数据 他只是把数据告诉你 然后告诉你 教练 你现在这个选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他可能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建议应该怎么处理 对 但是呢 下指令的是谁 教练 在国外也是这样子吗 不是 他会有一个明确的分工 比方说你心理 运动心理的 运动生理的 各方面的 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分工 而且介入的程度较强 哦 比较不会是说 好像所有教练要担所有的责任跟工作 对 因为说真的 必须要做适当的分工啊 否则每个人的时间有限 还有再来精神 各方面 还有专业 这都必须要去考量的 对 但是目前台湾的生态是如此 嗯 跟呃 有些比较就是重视运动科学的国家 其实还是有些差异性 因为为什么特别会讲到这方面呢 主要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那个家居议员来呢 是因为呢 他是运动方面的专家 刚好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月的时候 就有这个第29届的夏季的世界大学运动会 就是台北市大运啦 其实他已经从这个郝龙斌前市长的这个时代呢 很不容易的拿到了这样的一个 办市大运的一个机会了 对 然后呢 他即将在8月19号到8月30号 在台北来办理哦 那因为台北呢 地狭人仇嘛 所以呢 相对来说的话 来了一万多名的选手 嗯 哦 这个场馆怎么办呢 然后呢 要住在哪里啊 还有吃的一些问题 交通的问题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哇 场馆呢 比赛的一个场地 或者是住的地方涵盖了 除了台北市 有新北市 桃园 还有新竹都包括了哦 全台北市可以说是动起来 新北市 哇 虽然不是主办的城市 但也逃不过 都要协办啦 因为他其实算 对啦 国家的面子啊 对 既然都已经 等于说要举办了这样一个市大运的活动 对 来自于 很多国家 这次好像就一百多个国家 然后呢 他们都是年轻的朋友 以后都会变成社会的中间分子 没错 所以呢 做好一个这个国民外交的一个好的机会 当然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说台湾进步的一个地方 讲到这个运动是大运 所以呢 才会讲到说在国外他们用最先进的科技 去做很多很精细的一个分析 让运动员不管是他们在配备上面 有时候配备也很重要哦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体能 还有心智各方面都是数据化 同时都是能够在最好的一个条件之下 来夺得好的成绩 相对的台湾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是师徒志 从议员那个年代 我们回到二十年前就好了 会不会有种比较土法练杠 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教练他是怎么成功的 他的一个心得的一个分享跟教法 应该这么讲 在家军是六十六年次 很年轻啊 如果在二十年前那样的一个运动环境 包含教练所接受到的一个训练 土法练纲是常态 常态哦 对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台湾很多的教练 都非常非常努力跟上进 自从运动专任教练法通过之后 很多的资深教练 他们再回到大学去进修 去拿文凭 甚至读研究所 包含我的教练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块就是值得肯定的 即使是刚开始的土法练纲 也造就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对 更重要是当我们知道自己土法练纲之后 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改变 还有各个国家大家的进步的时候 我们是积极去面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运动科系的一个成立 包含硕班跟博班 对 而且很多的资深教练也都愿意再去回到校园 对 我没有发现到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因为像台湾其实是一个小岛 所以我们就走的是金兵 金兵的一个政策 然后相对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人真的比较少 相对来说可以挑选的人 真的是比较少 更少了 所以就是对于如果说 有这方面天分的一些 年轻的朋友 会建议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 如果说他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有天分 同时最重要是自己要有兴趣 对 没错 我以我自己的孩子为例好了 我有四个小孩 所以这四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各有各喜欢的运动 不会都叫他们教学跆拳道吧 都试过 但是呢 都先试跆拳道 因为在家里就耳濡目染 但是完全四个人都 不一样的运动 因为孩子自己会去选择 他自己有兴趣的 对 会真的会 没有办法勉强 对 我从第一个是 老大是做球 老二是跆拳道 对 老三踢足球 是 对 老是最小的在打棒球 诶 哇 真的都不一样 那老二有没有改变了呢 现在换别的运动了 没有 他现在还是跆拳道 还是有一个继承 还是喜欢跆拳道 继承爸爸妈妈的一个基 但是听说 那个一元小时候 是那个懵懵懂懂去练习跆拳道的 哦 是身体不好才去练的 哦 是 对啊 藏身病 然后那个 有时候去不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这样子 不会不会 呃 在自己刚开始 我记得是我小学四年级开始 对 我就觉得 诶 跟妹妹讲 她就跟我说 哎 我们这里有一张哦 你知道就像那种暑期夏令一样 对 好 我们来去试试看 看起来好像还蛮好玩的好不好 嗯哼 就这样开始了我跆拳带的生涯 哦 这样一开始就几年了 从一开始小学四年级 对 一直到我硕班毕业 哇 没有停过 都没有停过 所以呢 在那个小时候开始去学习 因为我们知道说像 议员的教练 其实也训练出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哦 我觉得他是神奇人物耶 对 我只是他其中一个学生 他教出好多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对 有谁呢 诶 我先从你熟悉的 黄世雄你熟悉啦 知道 对 再包含我 再来还有像是黄秋勤 对 你拿过世界锦标在金牌 包括还有那种老选手啊 姚锦妇我不知道 对 如果在空中的话 有机会回去找一下教练哈 姚先生 那还有很多啊 对 也都已经拿到 呃 国际赛的成绩了 对 国手认了不少 对 那还有 还有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宋教练 既然有办法把自己的儿子 交成奥运铜牌 哦 你知道自己小孩最难交耶 对 对啊 因为有时候记得小孩 老祖先就说一字而交了 我们教练竟然可以突破这一块 我实在太佩服他了 嗯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 他从2000年 呃 志雄拿到铜牌 嗯 在2004 2008 曾丽辰 对 在2000 2012 哦 这些都一直有运动员拿到那个成绩 对 奥运的成绩 我就觉得啊 他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而且等于是说呢 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吧 他也是奉献他一辈子的心力 对 他到现在还在教耶 坚持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呃 等于是说把关环留给选手 嗯 对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默默的努力付出 还在继承 还在教 真的 真的 哇 所以呢 很令人佩服哦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的是新北市第七选区 宏家军议员 议员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呢就是说 呃 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哦 这个因应我们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哦 虽然像是说 台湾没有办法像国外哦 他可能资源说真的这么样的丰富 然后分工这么样的系 但因为就是有这些热情的教练 对 然后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才会让选手可以有好的成绩 你当然选手在平常也要是能够吃苦啦 要不要讲一下说 训练台湾道小时候拉筋最基本的 哦 说真的哦 如果你问我 呃 训练过程当中的确 体能训练技术训练 还有那些比赛的压力啊 对啊 哪有可能不苦 但是呢你知道 当你是很确定你自己一个目标 想要达到那个阶段的话 你就会愿意吃苦 吃苦就真的当吃补 而且你是融入 你觉得我不是为了教练 我不是为了爸爸妈妈 我是为了想要成就自己的一个梦想 那就有动力 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很苦 就好像你看运动选手 跆拳道为例好了 很多脚受伤 因为你要肢体碰撞嘛 对 你踢我我踢你 脚难免会有点闪失 踢他不该踢的 比方用你的手肘 可硬了对不对 我跟你讲脚背就肿起来了 对 但是呢你看到运动选手上去 他还是一样啊 继续打 继续低 你看不出来他受伤 结果比赛一结束 进你下来 你就看到他在掰他了啦 对对对 脚又特别痛 为什么 因为你上场就想我要求生 所以你不觉得痛 一下来比完赛 你才在哇 麻醉已经过了好痛哦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像说 我们自己主持人啊 在主持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上去的时候啊 你可能会 闲闲啊 没辣啊 对 或者是有时候会担心 然后会想说 我一直想要上厕所 但是当这个上去 你最主要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必须腎上线 好像会激增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想说 一定要做到最好 对 然后平常不是那么外放的 就要变得很外放 但是像选手 他要能够耐得住寂寞 没错 在训练的过程中 说真的 在训练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平静 跟撞墙期 你会一度怀疑自己说 我真的还要继续下去吗 我真的还可以吗 可是我要讲一句话 很多的撞墙期 一旦你过了以后 你就是往另外一个高峰迈进 但是很多人就在那个撞墙期 就在那边停了 放弃了 他不是只有停下来 他就放弃了 他就离开了 尤其是升学的阶段 好比方说国小阶段好了 到国中少了一批了 对 高中到那个 国中到高中又少一批了 大学毕业 哇扫光了 就是这样子 除非你继续上去 以前像我们可能如果说 像这样的一个选手 都是在家人非常热情的支持下 他愿意让小孩子去学这样的体育 然后反正的话 一般来说 就是说当兴趣就好了 要升学 你要学那个以后出社会 也当探紧 而且又人 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会觉得不读书才去运动 对 然后读书是最好的 真是错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啊天还好啦 我是觉得现在胡过头来看 现在的环境 跟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差别很大了 对 大家对于这一块是越来越认同 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其实是聪明的 因为像我周边的同学啊 他们有的是校队的 打排球之类的 因为他们都要考虑到很多的战术 他们其实是要有想法 不是乱打的 是靠头脑 所以呢 像我们同学哦 如果要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说 其实他们可能会先中断一段时间练习 大概就是等等的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准备考试了嘛 校队嘛 就先让他们回来考试 他们才读两个礼拜 考试都考得比我们好 说天分嘛 但是又觉得说他们的脑筋 就很灵活耶 对 他们就好像是学东西 就是去学他的领悟力 所以他不用死背 然后他有他的一个读书的方法 他们就很快 这个就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说运动员 他其实是成绩不好的同学 他才会去走运动这一块 因为在过程当中 他其实要接受教练的指示之外 然后呢 真正上场之后 他不可能都完完全全一直在看教练 他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独立判断的能力 而且又人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有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 我这句话是要讲给所有爸爸妈妈听的 还有就是对于就是说 关心教育的不论是老师 或者教育工作者 对 因为这个观念其实越来越 呃 大家能够接受读越来越高 对 但很多家长还是不知道 如果说今天孩子 呃 我喜欢读书的孩子 嗯 其实你更应该鼓励他多运动 为什么 越运动孩子哦 读书的效能更高 他会刺激 好像会有脑内飞之类的 对不对 越运动越聪明 哦 越运动读书的效能越好 对 包含他的一个情绪的balance都越好 哦 难怪有时候去做一下运动啊 遇到那个撞墙棋跑不动的时候 但是你 你还是去突破他之后 你会觉得 诶 莫名其妙的快乐 快乐耶 那个很难讲耶 运动就会让人快乐 对 就是这样子 没错 对 虽然前面就是流汗啊 喘得要命 只想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但是过了那个期间之后 你就会觉得 哇 一阵凉风吹来 好舒适哦 然后整个人心情 精神变好了 对 就是这样子 而且你会觉得你醒来了 诶 诱人 你有机会试试看哦 这次也都是新的一个研究哦 对 一直不断在提 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观念 嗯哼 呃 我们一般来讲 早上 呃到学校 早自修 对不对 才一天的课 对 那事实上现在哦 都有另外的一个做法 我早上我先运动 对 运动完以后 你会觉得整个人是清醒的 嗯 醒过来以后再去读书 而且主要科目先放上去 嗯哼 再来中间再安排运动时间 再来去读书 哦 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好像 当你一直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脑 开始浑浑顿顿的 对不对 就是对 加上如果 加上如果又是在密闭空间 是 它通风又不好 哇 更晕 对啊 就是浑浑噩噩噩 那种你知道 自己学习能力会不好 对 但是运动你就好像可以把这些东西哦 你知道 就是脑中这些浑浑顿顿的感觉 对 把它洗掉 哇 你wake up 醒来 对 读书的功能 效能当然会跟着提升啊 对 所以我们想要就是这种课间的一个安排 嗯哼 运动上课 运动上课 对 对 好 这个就是要爸爸妈妈 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再来呢 嗯 成人也是 当我要工作 好比方说啊 待会有个重要的会议 嗯 我必须要能够全神贯注 但是呢 下午时间呢 大家都习惯怎么样 来一杯咖啡吧 是吧 嗯 提神一下 与其用咖啡 你不如十分钟让自己wake up一下 做个操运动一下 我在想说议员都那么忙了 跑行程 然后还有议会的事情这么多了 还有精神吗 然后应该就是会好好的要多吃一点东西 为什么还那么瘦 除了饮食以外 运动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哦 对没错 这个跆拳的一个环境是您最了解的 那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可能就是教练最大 然后幸好遇到一个好教练 真的带领着像是艺员呢 一路走过来 然后还夺得了世界的好成绩 然后之后呢 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你才知道说你的方向到底要去怎么发展 可是我们发现到说 绝大多数的体育选手 他们如果说 依循正常的管道来说的话 他们有不错的自制的能力 然后同时他们自己也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 他可能就去当比较稳定的体育老师 或者是说他可能也去当教练 那可是后续呢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没有了 他可能就去做一般的工作 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很不好的一些社会事件 就会放大 他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的努力 因为我们知道说训练是真的很苦的一件事情 他就像是明星一样 你必须在台下先练功 然后你台下你可能练了十年功 只为了上台的一分钟 没错没错 结果我们浪费了这么大好的人才 让他们没有出路 现在有比较好吗 我这么说 现在其实有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 就业辅导的一个机制 但是有时候选择权是在于运动员本身 因为平台在那里 媒合的平台 那机会也在那里 但是有些运动员他不见得他愿意去follow那一块 我换句话说 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老师 那再来以跆拳道为例 今天我如果在学校当老师 我的收入可能是固定的 想要当一个优秀的一个运动员 再来就变成一个 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经验传承下去 他会看到那个价值的老师 我觉得大有人在 但是很多会觉得说 我与其在学校领固定薪水 倒不如我去开道馆 我学生越多 创业 对啊 他就按照人头来算啊 那你要哪一个呢 对不对 再来 但是这一块是对创业 有兴趣的运动员 那有一些他就可能会到 其他的职业别人 就像其实家居 我也没有再继续了 虽然我在学校大学 我也有兼课过十年 但我现在因为自己时间关系啊 所以我就专心当好民意代表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去接那一块 那如果说以当民意代表来讲 说真的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也没有再延续我原来的那个运动领域所学的那一块 不过你还有教大家一些基本的 就是把那个动运动啊 告诉大家说平常应该要做运动的习惯 就是宣导在各个区里面 公共领域当中 对 去来去延续这一块的一个工作 还有观念跟想法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他的那样 怎么讲延续性的那一块的脉络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很多的 我以同期的运动员来讲 留在运动产业当中的 说真的不到一半 很多都到其他的领域去发展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 大家常在讲就是说 我们这国家好像对运动员好像保障不够啊 诸如此类 好像大家都会讲说 可能一开始奖金发的很多啦 得到一些的那个奖牌之后 是为国争光嘛 大家都会说台湾之光 但我觉得有时候这四个字好沉重的压力哦 就是啊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坏了 对 但是在发完了奖金之后的后续呢 对 佑伦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前头讲起 怎么说 我们现在普遍有设立体育班 体育班就是这些运动员很重要的一个摇篮 那当初为什么会设立体育班 是在于有些孩子你要想 他可能今天去比赛全国运动会好了 他可能就一个礼拜不在学校了 对 那试问这一个礼拜去再回来 他回到班上谁帮他补课啊 他的功课就有落差了 对 他就没有办法跟大家tempo是相同的 对 那更别说出国比赛 一地训练这些有的没有的你知道吗 很多啊 拖的时间更久 是啊 而且你知道他要一定的比赛 一地训练这些的一个规划在里头 才有办法创造好的成绩 对 所以当初会设立体育班 第一当然管理方便 第二 因为体育班的孩子他有不同的一个需求 对 所以我会觉得 但是体育班 呃 翻转体育班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计划 希望借由不同的呃支持 还有制度面的一个调整 对 让教练跟运动员得到更大的支持 然后借由学校的老师 包含行政人员 大家的配合之下 努力之下 对 能够翻转体育班改变一些问题 否则是想啊 今天你代表学校去比赛 那你因为要训练要比赛 所以你没有办法向一般的孩子正规在学校求学 曾经有人做个统计哦 一年下来啊 运动员的孩子跟一般的学生 他差了上百个钟头的上课时间 有可能 是啊 有统计数字哦 有时候什么集训啊 对啊 哇那个都是非常的庞大的一个时间 所以试问 这些孩子为校争光 甚至到为国争光 嗯 那回到学校我们要不要照顾他 当然要 是啊 对啊 那只是说 因为我要训练 我可能体能上有一定程度的负荷 对 再加上 时间到我就要去比赛 嗯 对 所以这一块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相对的配套跟协助 嗯 我觉得是要去帮他们思考的 也回到前端 您刚刚所说的 就是重职 对 没错 土法链刚就是拉得很长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子你拉长也没有用啦 而且吧 只是让选手更倦怠而已 或者是有时候如果训练不当的话 还会受伤 对没错 所以现在来讲 翻转体育 就是呃 这种体育班的一个 精致化的一个训练 包含这些时间的安排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 对 好 这个就需要议员 当然还需要一些中央的立法委员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的是新北市第七选区 洪家军议员 议员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呃 议员呢在议会其实有特别好就推一个案子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会补助然后或者是奖励 好冠亚军还有季军的好选手就三名嘛对不对 但是为了好像就是说让大家更有那种 呃 国武士气的力量哦 所以说就是希望说能够到第六名对不对 嗯 对 可是这个案子有通过吗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知道议员其实很努力 这方面其实也算是体育 在呃就是说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法能够让选手哦 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来自于台湾呃四面八方的一些同学也很多 而且这些同学可能年纪都很小 嗯 他们是需要被鼓励的对不是只有一二三名 呃我这么说啦 嗯 就讲这个鼓励的机制啊 奖金是一个 那再来很多的时候鼓励其实 荣耀 对啊 不是第二看那一块 对 呃像呃 甲军英我现在也有担任地方的体育会的理事长 那我们固定在99体育节都有体育节的表扬 表扬该呃就是前前年度的一个呃 有表现成绩的团体跟那个运动员 那最近呢就有一个孩子 他呃成绩非常好 但他虽然没有在我们体育会呃就是单向委员会推荐的所产生 嗯 但就经过呃就是我们的成员里面有人提到这件事情 说呃这个也是我们辖区内的孩子 对 对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我觉得第一 这个鼓励这一块啊 其实只有一个奖状 对 在一个场合来去表扬 有时候甚至是不用什么奖金的 对啊没错没错没错 对 像我们那样的表扬是都没有任何奖金的 嗯嗯嗯 但是就表示说我们体育会这个人民团体 大家对于这一块的一个重视 对 而且你是等于认可 然后去肯定他 对没错 对 而且我们是每一年都固定在办 嗯嗯 我们希望说每一年度就是常态性在呃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呢你做一次跟你每年在做 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 他就会有一种呃怎么讲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嗯 而且大家可以累积经验 然后一定时间大家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 尤其像是小朋友啊参加比赛 大家为什么会对名次那么的在乎 就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对 所以有时候看到小朋友比赛 又会觉得很于心不忍啊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得失心 所以啊 真的会比较重啊 有一个方式 嗯 我们就创造更多的一个舞台给他们 对 只要你愿意 机会就在那边 真的 就怕你不愿意来 就怕你不努力而已 对 我们也是希望说很多的 不管是呃立委啊 议员啊 嗯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呃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体育的制度 大家真的可以多加的去协助 嗯 因为呢 像是呃 政治知识有时候呢 是需要去争取 但是也是必须要妥协的 然后怎么样去找到一个 平衡点 对 才能够让这个 国家的发展 越来越好 深刻的对话 可以让国家更好 对 真的 就是撇开了很多很多的 一些个人的私利 嗯 没错 那特别提到说这次的 世大运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它是很热闹的 从19号开始 然后一直到30号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详细的一些赛事 它是有一个官网 其实你就打上这个夏季世界大学运动 或者是世大运 对 你就马上跑出来了 就会 搜寻的网站上面就会有各种的讯息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选手的表演 有时候呢 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要做很多的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 太多了 像跆拳要做什么准备啊 热身 一定要 对嘛 对 然后呢 还有吗 还有啊 还有啊 你知道它的工具可多了 护手护脚头盔各方面都要准备好 对 而且要测试 电子护具还有TD卡 对 对 好像电子护具也很重要 没错没错 对 因为那个好像跟 成绩有所影响 应该这么讲 当初在有电子护具 他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一个公平性 对 才不会说有些人为操作或爱国裁判的问题 对对对 这也是当初台 那个台权道在做一个 韩国的爱国裁判吗 各国都有爱国裁判 对啦 其实都有啦 只不过他们知名度特别高 对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准备工作 尤其事上大部分的时间会focus在训练的准备工作 还有勤支的准备工作 比方说啊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就是说各国的一个好手大约会是哪些人 那他最近的打法是怎么样 都有勤支收集 比方我赵右轮跟我同量级对不对 我就开始找他以前的录影带 尤其是近年来的最近的比赛录影带 然后进行分析 包含你旋踢下压 后踢踢起脚 包含你关心的是左边右边反击主动 你不知道我还没有使出 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 对没错 他不是只有选手而已 选手是到最后 可能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啦 还有搜集资料的 或者是教练的一些的战术的一些教导之后 他是做最后的一个呈现 过程中他很辛苦 对 但是最后的一个呈现是最终成绩的一个展现了 对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需要团队的合作 没错 对 才能够真的有一个好的成绩 因此呢 像我们会看到说在近期的一些体谈的一些新闻 可能很多的一些运动呢 是一开始国家可能没有特别去重视到的 或者是说我们都会说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那其他的运动 大家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的 focus那么的重 那后来像有一些选手 他们可能是单打独斗 在国际上闯出了一些好的成绩 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些的纷纷扰扰出现了 公部门跟一些协会 可能呢 彼此之间的一些配合 或者是说选手本身 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自己苦出来的 我才会有今天的好成绩 那其实我没有接受国家多少的帮助 那又有一些新闻又出现了 负面的新闻 这个其实都是很伤 国家也伤选手本身的 是而且都对于下一代都不是正面的 应该用正面的态度 说真的一个运动员他要有所成就 要感谢太多人了 很多 整体的环境包含你的国家 包含你的教练 你的父母 你的团队 对 何其多啊 不是只有努力就够啊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希望说 像很多的选手他出国去比赛了 所以他其实视野是变大了 没错 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台湾是第一名 但是到了国外去 你又发觉到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好手可多 真的 所以呢 有时候为什么会做一地训练 就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会让你去接触不同的环境 适应环境 同时也去看 激发你的钱 对 真的 这个有用 有用 非常有用 也算是经验之谈 就体能来讲 我们有一种方法 就是高地训练 因为到高地怎么样 那个氧 含量是低的 相对你在那边运动起来 你会特别喘 你会觉得没有氧缺氧的感觉 那你再回到平地 平地的时候 那个又是正常的 一般的环境来讲 含氧量又相对高 所以往往你上去再下来之后 你会有高表现 哦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就觉得说 运动它是科学的 它不是满肤运动 它是科学运动 现在越来越是这样 对就真的 它是很讲究精密的 而且有些都还是需要靠仪器的 对没错 真的很恐怖 像有时候看电影 它可以测一个人 它现在它的 它的那个整个血流量是怎么样 然后筋怎么跑 怎么在运作的 哇那个都可以测到很细 运动科学是很细腻的 对 不是只有分析你的生理 你的心理力学 对 各方面各个角度都可以做切入 包含你的技术分析 只要在其中某一几块 去提升你的整体的能量的话 然后对 你知道啊 那个就像一个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网状图 对 这个可能代表你的肌力 这边你的心理素质各方面 你那张图越大的话 你的基本的一个厚实的能力就越强 而且它是每个人不同的 没错 客制化的 到底好不好 我们真的就是说由这次的这个世大运 我们看这个整个台湾的一个运动环境 我们来下个结论好了 因为其实随着时代的一个进步 大家的观念也越来越改变了 知道说科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性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任何一个单向的一个运动 大家现在都会运用到一些的仪器 一定会有的 只是说那个仪器 有没有跟上时代 有没有与时俱进这样子 那个又牵涉到很多的一些 可能编略预算的一些问题了 那个我们就不用多讨论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可能在现有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环境上面的话呢 艺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我对现在的一个运动环境的期待 我觉得我还是要先鼓励小朋友 运动员 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自己那一颗心 要先定下来 因为光是台湾 其实就很大的一个差距了 今天你在台北市 我认为 你说城乡的一个差距 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次要的 当你那个心是很笃定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勇敢去追求 然后不要去太在意这些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 比方说 为什么我们拿到预算这么少 为什么会有裁判不公平 这些东西你不用去想它 你就enjoy这个运动就好了 对 完全投入 你去享受那个运动的氛围 比较重要 而且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态度 才能够创造好的成绩 再来要呼吁很多的小朋友 应该说运动员 不是只有小朋友 对 当你在追求运动的旗帜表现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还是要念书 我要讲这一块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 第一 当你一被去追求运动成绩的时候 回过头来 你有一天要退休 你也要去面对社会 你也要就业 那你这一块如果没有同步去进修的时候 那结束以后呢 好 你是一个好的选手 那更重要 为什么 当你在追求更好的成绩跟表现的时候 念书可以开启你的智慧 对 所以一定要念书 不论我们的运动员 或者我们的小朋友 对 对 不要想说 我运动就可以不用念书 绝对不是 而且就像右伦叔叔讲的 运动员都很聪明 你要讲哥哥 对 运动越聪明 而且运动员很聪明 因为有时候呢 像同学 像小朋友读书的压力很大 运动是释放压力 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运动有太多好处 对 还有就是说 很多的家长的观念 也要改变 对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家长 其实已经变很多了 但是呢 还是希望说 不断的一直往前迈进 没错 让你的小孩接触不同的一些运动 可以激发他们的潜能 而且 最好是父母亲能够一起参与 你要他读书 你要跟他一起阅读啊 对 你要他运动 当他喜欢这项的时候 你跟他融入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投入了 真的 你才可以更知道 我如何去支持他 对 所以我们要给这次参与 世大运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都大学生嘛 然后呢 给予他们很多 满满的祝福 对 但是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 是 所以呢 我们要给这些 参与世大运的选手们 加油打气 同时 我们也希望说 运动选手 他们的一个运动比赛的生涯 他们的是有限的 所以就像是议员所提到的 当你的这个比赛的 极限到了 那你未来的道路 你要怎么走 生涯规划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没错 对 不管你是要做教练 还是说你可能要去 从事别的行业 我们都给予满满的祝福 但是不要忘记了 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新北市议员 洪家军议员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以这个运动前辈 运动专家 的一个 这个身份也来鼓励 所有参与世大运的选手 下次要来教我们做 那个一般我们民众 可以做的运动了 没问题 好 谢谢议员 谢谢 谢谢